在宇求生涯上面对你影响最宣远的贵人 明芳先说 我觉得我们是一样的 两位是同一位吗 那是哪一位呢 三 二 一 廖威德 那个高中时期的教练 那要不要说说看原因 因为我比她大了三岁 所以我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刚因为我是台北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她的关系 然后下去高雄读书 然后就是她就是一路栽培我 然后就是那三年 真的是我过了人生最充实的一段 真的又印象深刻 因为就是每天就是一直练 而且因为我以前是 其实主向不是双打 我以前是胆打的 对 然后真的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她就是练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的情况跟她很像 但是就是我其实高中有一段时期 就是成绩一直没有上来 就是什么国中高中这个时期 但是就是到后来就是真的是因为有她 所以我的成绩才会上来 不然我当初真的其实还蛮想要放弃的 就是已经有放弃的念头 就是已经有在想就是后 之后的出路要怎么走 对 就是还好有这个教练 教练间附近嘛 OK 现在短期的目标就是亚运嘛 然后我当然希望就是还可以去参加奥运 对就是现在还是想要以就是作为选手的一个目标去前进 对 那玉杰 以后我觉得 算现在也是当然以选手能够拼就拼 可是我觉得如果之后如果没有继续的话 可能研究所先读完 对至少拼完之后 然后等于研究所毕业之后 我觉得之后以后也是都很难说我觉得 对可能搞不好以后哪天一个转折点遇到什么 然后我就会去做那件事也不一定 对 OK 那你们看到有些前辈的发展 因为有蛮多前辈转教练啊 或是转到运动产业啊 那你们不认为这会是你们觉得可以选择的方向吗 会是一个方向吗 嗯会是吧 因为毕竟我们跟运动接触这么久 就是多少像是那种运动营养学啊 或者是重量训练那种我觉得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观念在 所以也有可能会走这条路也说不定 对 那郁姐呢 嗯 我会比较偏向可能就是心理学或者是那种那种防护的 我觉得我对那两个还蛮有兴趣的 对 这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嗯 对 就可以延伸你们原本在运动界累积的资历跟专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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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